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c大叔 那今天來到了這個樂華夜市的阿西雞肉飯 我已經來了第三次 前面兩次他都沒有開 那今天終於碰到他們開門了 那就來吃吃看 然後看得出來這間是很受歡迎的店 排隊排的人蠻多的 算是蠻親民的價格,也不貴 那這邊有寫排隊請勿回轉 然後他這次寫休9月1號禮拜六 然後他全部的菜色就是這樣 現在可以請問一下你們營業時間嗎? 營業時間是幾點到幾點? 我們是5點20到晚上12點 到晚上12點 好 那我內用了一個雞腿飯 然後一碗菜頭湯 雞腿嗎? 對 那滷了它的? 滷了它的好了 不好意思 怎麼樣? 怎麼樣? 好,那這邊還有很多菜色 看起來蠻不錯的 好,那這邊也有這個菜單的部分 就很便宜這樣 內用區就這樣小小的補桌 大概可以坐個20個人吧 好,那生意非常的好 好,那這個就是雞腿飯了 好,那這個就是雞腿飯了 好,配菜我沒有選 所以就是滷豆腐,青菜還有這個米粉 好,這樣 好,那現在就吃吃看 雞腿看起來蠻軟嫩的感覺 好,那現在吃吃看 雞腿看起來蠻軟嫩的感覺 還不錯,滷了蠻入味的喔 欸,我以為它會浇上滷汁喔 欸,應該有吧 好,因為它們有名的就是這個滷肉飯的部分 所以我剛剛請那個店家再加一下滷汁喔 這是跟滷肉同一鍋的 但是沒有加到肉 我等一下另外單點一碗滷肉飯吃吃吃看 好了 它這個醬汁我覺得蠻不錯的喔 嗯,滷的蠻香的喔 雖然沒切斷喔,但是雞腿還蠻嫩的 蠻新鳴的喔 就是很傳統的台灣味 蠻好吃的 嗯 嗯 嗯 滷滷的,人家滷的蠻好吃的喔 嗯 蠻好吃的 這個便當菜喔 還蠻好吃的喔 還蠻好吃的喔 我覺得還不錯 當個便當吃我覺得還蠻好吃的喔 口味就是甜甜鹹鹹的味道 還是那種,一種台灣味啦 蠻好吃的喔 好,那雞腿滷的不錯 它這個滷汁就真的蠻好吃的喔 我覺得滷的部分整體都不錯喔 它這個油豆腐應該也很好吃 嗯 嗯 嗯 好吃 好,那整體分數我給 95分喔 因為這個是夜市 然後就賣90塊 蠻便宜的 嗯,好 很平時的價格喔 很推薦給朋友來吃 蠻好吃的 好,那相信這個滷肉飯 才是這家的清華喔 應該是這個最好吃 好,那個是單點喔 好,那現在試試看喔 喔喔喔喔 看這個滷汁就感覺蠻厲害的喔 嗯 果然我猜的沒錯喔 它滷肉飯才是最好吃的部分喔 肥肉這樣子 滷的就是有膠質喔 會有點黏嘴巴 然後天天鮮鮮的喔 很好吃 它滷肉飯真的很好吃 它滷肉飯真的很好吃 好,那就推薦吃點滷肉飯 哈哈哈哈 滷肉飯是最好吃的喔 真的很不錯 好,這個我很喜歡喔 它滷汁也給的夠多喔 好,這家滷肉飯我覺得有98分 嗯,很好吃 如果光這個飯的話我可以大概吃三四碗喔 口味很好 嗯 感覺上啦 像是永和第一好吃的滷肉飯 若以永和區來講 很好吃 好,那最後是這一碗看起來油露露的菜頭湯喔 應該也不錯喝喔 嗯 嗯 湯 油露露 然後中 還不錯啦喔 感覺上有大骨湯的味道 感覺上 好,那這一碗我要外帶啦 不然吃太多了 嗯 湯就感覺是大骨湯熬的 然後 有大骨湯的甘甜味 加上這蘿蔔的甘甜味喔 還不錯 然後這湯的分數我給80分 還可以 好,因為他們一定沒名片的啦 總之在樂華益市頭附近 然後寫阿西雞肉飯滷肉飯 那這一家很推薦這樣 好,那各位來就做民用餐一塊喔 看起來是以外帶為俗喔 好,掰掰